杨过也没有想到 周国通死后 他留下的三位传人 武功都胜过自己 看过《以天屠龙记》的读者会知道 这一部被标榜为 《神雕侠侣》后续之作的武侠小说 倒像是在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在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 闯荡江湖之时 据《神雕时代》已有近百年的时间 可惜这段岁月被金庸选择一笔带过 也就是说 在杨过退隐之后 郭靖战死之前 金庸架构的武侠世界里 缺失了一段空白 提及这一段空白 就不得不谈论一位人物角色 他就是老顽童周国通 为何逼者要提及老顽童周国通呢 因为周国通可是神雕时代的新武爵之首 原来在神雕的末尾 蒙古大汗蒙哥率领铁骑 入侵襄阳城 在郭靖的带领之下 杨过 小龙女 周国通 英雇 黄耀师等高手 都参加了痛击打子的战役 身为神雕的主角 最出彩的莫过与杨过了 他先用黯然销魂掌击败金轮法王 后又甩出三立飞时 击毙了大汉蒙哥 蒙哥一死 蒙古大军登时大乱 只能灰溜溜地退出了中原 随后群雄来到了华山之巅 在黄荣的口头排位之下 诞生了新武爵 他们分别是 钟顽童周国通 东邪黄耀师 西狂杨过 南僧一登大师 北侠郭靖 在群雄的推举之下 周国通成了新武爵之首 不过此时的周国通 几近百岁 尽管须发慢慢由百转黑 但金庸也说了 世间没有真正的烦恼还童 只是周国通生性乐观 夹只挖了茯苓 吃了蜂蜜 这才虚发慢慢转黑 等于说 再过个几年 周国通依旧和常人一样 逃不过寿中正寝的命运 不过杨过也没有想到 周国通死后 他留下的三位传人 各个武功卓绝 第一位传人 郭靖 郭靖和周国通在桃花岛相识 二人可谓是一师一友 原来郭靖从周国通那里 学会了左右护博之术 有了左右护博之术的加持 郭靖的降龙十八掌 一经施展威力翻了一番 反观杨过 他武功高强 还是一位天赋极高的武学奇才 可惜杨过在二十岁那一年 被郭福挥舞力剑 硬生生斩断了一条手臂 因此 当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 和左右护博之术之时 试问杨过如何抵挡 即便杨过的黯然销魂掌 同样威力惊人 但时间一休 仅有一臂的杨过 慢慢露出败相 第二位传人 小龙女 小龙女阴差阳错之下 偶遇了周国通 也从周国通那里 学会了左右护博之术 有了左右护博之术 小龙女可以左手施展全真剑法 右手施展玉女剑法 仅凭一人之力 就能催动双剑合璧 在重阳宫一役里 小龙女的双剑合璧 竟在五十招内 就刺得金伦法王浑身是血 要不是蒙古三节一拥而上 金伦法王早就被小龙女斩杀于剑下 随着小龙女在绝情谷的谷底 与杨过久别重逢 小龙女必定会从雕胸那里 得到大量的扑驱丝舌舌胆 除时舌胆之后 小龙女的内力会和杨过一样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知道 武功分为外功和内功 小龙女的外功明显胜过了杨过 内功又和杨过持平 这样一来 小龙女的武功不也超越了杨过 第三位传人 张三丰看到这里 相信一些读者会问了 张三丰什么时候成了周国通的传人 别急 我们先看一看 周国通在神雕时代 施展过什么绝招 那时周国通闯入了蒙古人的军营之中 此时的杨过则心怀鬼胎 为了报杀父之仇 竟和忽必烈 金伦法王把九颜欢抱团取暖 书中是这么写的 牛肉盘在桌上转了几个圈子 停住不动 原来周国通时的事故太极境 如太极图一般 周而复始 连绵不断 落在空旷处制出盘子 那盘就会绕身斗圈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太极功夫不是张三丰所创吗 怎么周国通早在神雕时代 就施展了太极境 其实 戏读过金庸全集的读者会发现 金庸精通历史 能将历史人物 巧妙的和虚构的人物角色 融合在一起 达到一种一假一真的境界 好比张三丰 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到了金庸笔下 也被赋予了一身神功 一种可能就是 华山之巅上 杨过 小龙女 周国通等人 邂逅了少年张三丰 张三丰为了追寻丢失的 愣家精和尹克希大打出手 眼见张三丰是个可塑之才 一向喜欢小孩子的周国通 忽地同心大起 待杨过下了华山后 周国通也开始云游四海 一日周国通来到了武当山 偶遇了躲在密林里 苦练神功的张三丰 此时的张三丰 得了九阳真经的十之五六 不过 由于年纪尚有 仍无法突破武学瓶颈 在周国通的指点之下 张三丰顿时就领悟了 周国通传授的太极记 周国通走后 张三丰继续苦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三丰凭借自己的努力 忠诚一代宗师 还成了武当派的开山鼻祖 张三丰后来 还将周国通传授的太极镜 改良成了太极剑和太极拳 成了一天时代的天使